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國家衛健委及國家中醫藥局及國家疾控局 近日公佈14.5全民健康信息化規劃, 提到2025年中國將會初補建設成為 統一權威互聯互通的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支撐保障體系, 基本會實現到公立醫院衛生機構 和全民健康信息平台的聯通全覆蓋, 即是講咩呢?即是講咯規劃提出 去到2025年二級以上的醫院基本要實現到 醫療服務信息是要互通互響,即是說你去到哪裏的醫院, 你那個病歷全部都是互通的, 然後三級醫院實現全國訊息共通互響, 全員人口訊息及居民電子健康檔案, 電子病歷及基礎資源的數據庫更加完善。 另外,每名大陸居民都會擁有一份動態管理的電子健康檔案, 同一個功能原備的電子健康檔案, 即是講咯呢? 現在手頭上用緊的健康檔案應該是好大機會是一直延續下去, 講咯就算是疫情完了之後,都會繼續這樣用, 因爲它就相當於是你自己的一個健康檔案和你個人健康檔案是連成了一線, 那你去到任何醫院,可能你出一個馬, 即是可以在聯通系統那裏查到所有的病歷。 但是,如果之後疫情完了, 那這個健康檔又有沒有機會變成黃馬或者紅馬呢? 那在什麽情況之下會變馬呢? 那這一個政策就這樣看,就是在健康檔案的基礎上延續了下去, 如果你說去體病的話,有一個電子病例, 每間醫院都互通的,那是方便的, 那但是,好似剛才講咯, 到底疫情完了之後在什麽情況之下馬會變色呢? 那這件事就等於不知道咯, 那今集同大家睇到這裏先, 大家有什麽想講呢? 下面留言咯,那咯我們下集再見咯,拜拜!